- 噢... - 噢... 我想不到現在開場了 -阿西,Stop beating those olive...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哲 是的,又有一部手機的影片 但這還只是年底新手機熱潮的開始而已 相信各位也知道 另一個陣營的手機從12月來就已經在熄來了 在發這部影片的時候 你們的手藝應該滿康埋葛都市內裡的手機的評測了 但我們一步一步來嘛 畢竟你們眼前的這隻就是Google的年度旗艦代表作 嗯...旗艦嗎? 我只能说Google手机每年的操作都让人出其不意 Pixel 3 采用了两颗前镜头 Pixel 4 取消了这个设计改用 3D 增测模组 而如今 Pixel 5 又取消了这个模组 让萤幕占比更高 而且...还不止如此 反正我们先开箱看本体吧 竟然真的有种 Google 一在出手机的感觉 毕竟 Pixel 4 迷... 诶? 对啦,因为行程商的关系来不及打稿 所以我已经事先开箱提前几天使用了 而这次也跟现前 Pixel 4a 一样 是 Google 内直接提供给我手机 但我要讲什么随便我这样 不过还没,现在还不是讲心得的环节 先来带大家认识这是目前最新的 Google 亲儿子吧 刚刚有说到 Pixel 5 也是让人出其不意的一个作品嘛 其中最关键那一点在于它的处理器 因为...它采用了次旗舰等级的高通 S765G 很奇怪,照以往的习数来看 Pixel 5 应该无庸自己会采用当今的旗舰 S865 才对 结果这家 Pixel 5 的综合性能可能还不及去年 S855 的 Pixel 4 了 故我这波操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原因很简单 他们表示希望能与更亲民的价格 让大家体验到 Google 最新的技术 嘛,之前 Pixel 4 最便宜的价格是台币 24,600 元 而且那个是只有 64GB 的容量 而这次的 Pixel 5 容量给到 128GB 定价也直接杀到 18990 元 已经跟当今 Pixel 4 XL 的全新价差不多了 哦对,而且目前就没有 Pixel 5 XL 了哦 这次只卖这种小尺寸的款式 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影响啦,我消手机控 但觉得 Bigger is better 的人就要注意一下了 那么它的特色当然不单只是卖得更便宜而已 第一点就写在这里了 我们的 Pixel 也开始套入 5G 的行列了 第二点我们来看它的背面 虽然这块镜头排列方式还是跟 Pixel 4 十分相像 不过事实上 Pixel 5 取消了上一代的望远镜头 而改为超广角镜头了 虽然这也意味着它的望远性能会不及以前 但这样的镜头组合相对来讲我也比较喜欢 毕竟我之前也说过 超广角镜头可以拍出其他镜头无法得到的风景嘛 而且 Pixel 的超强夜拍 这下也能套忘到超广角镜头上了 对我来说绝对有一定的期待度 往侧边看也能发现 Pixel 5 的镜头突起程度控制得非常好 比 4A 还要平整 经历过当今一堆超多镜头 超大突起的怪力乱生之后 回来看 Pixel 5 真的是一股清流 那么软体方面 这次 Pixel 5 的相机功能也有做出一些更新与改进 这个等等再丢照片给各位吧 然后你们也看到了 因为少了 Pixel 4 的 3D 也不扫描系统 所以接手方式又变为后置指纹辨识了 也没有用上萤幕下指纹辨识的方案 不过这几天的使用下来 辨识速度一样是快很准的 但指纹辨识发现后面的缺点当然还是存在 这我就不多说了 至于这个颜色呢 嗯,就是这是 Pixel 5 的代表色了 这款色的英文叫做 Sorter Sage 中文则是直接称作灰绿色 因为 Sage 其实就是灰绿色的意思啦 那么以往 Pixel 手机的好玩之处 就是在机身材质方面也会下点独特的巧思 而这个 Pixel 5 也不例外 各位观众这样看 应该会觉得它有点像金属,也有点像塑胶 事实上它是采用了100% 的回收再生旅 然后外面涂上一层生物数值而成的 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之一 我给各位示范一下吼 没错,它这里有无线充电 你说现在这里有无线充电的手机这么多 是否有什么好稀奇的 事实上没错 可是这里有无线充电 同时又是金属机身的手机 目前除了 Pixel 5 之外就没有第二支啰 所以 Google 的做法就是 在基础上弄一个挖孔 放无线充电线圈 然后再涂上生物数值来掩盖、平整 就成为你们看到了这样了 而你仔细看 它也不单只是纯色 而是这种震点很像再生材质的感觉 我蛮喜欢的 我这样用了好几天 没特别去清洁 真的也看不到指纹在上面 底下这个G的logo 则是像这样相牵上去的 的确增加了一点质感 除此之外 这次开关键也不像先前那样 用跳色的设计 这次是... 跳材质了 才用了亮面的金属来点缀 而且隐约带了一点深蓝色 总之这颜色上其实也是有一定差别的啦 底下音量镜则是雾面的塑胶材质 摸起来是有点粗糙的特别感觉 老实讲我觉得不错 至于按起来如何 我来给各位听听看吧 这个是Pixel 5 然后这个是Pixel 4a 对 Pixel 5 安静了些 但回馈感与扎实感 又胜过4a一点点了 诶 4a 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哦 Pixel 5 的按键更是让我想到 先前评测的LG V60 这支跟V60 应该是我目前评测过的 Android 手机里面按键最棒的了 它们的表现都非常接近 7件iPhone的水准 按起来就是一整个满足感 好啦 来告诉各位Pixel 5 的其他规格吧 转发到一片6吋的萤幕 比之前那台4a的5.8一吋还要大一点 解析度是1080P 更新率有来到90Hz 处理器刚刚说过了 就是高通的S765G 虽然不像上一代那样采用旗舰的处理器 不过记忆体比上一代的6GB 还高些 来到8GB 总成空间影域率变成128GB 了 但也如之前那样 不支援SD卡与第二张SIM卡 不过是收到5G网路的 电池容量还蛮让人意外的 这种尺寸的手机居然也超过了4000mAh 相比上一代不仅是Pixel 4 这电池容量是不是都比4 XL还高了 此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点 其实如果我在发表Pixel 5的时候 还同步发表了另一支Pixel 4a 5G 而且不仅仅只是Pixel 4的规格 加上5G那么简单 直接做成表格给大家看的差异吧 总结当然Pixel 4a 5G 与Pixel 5 都有这边5G网路 再来4A 5G的萤幕更大来到了6.2寸 但90Hz的高更新率还是由Pixel 5独占的 只是处理器就有意思了 4A 5G升级了些 变成跟Pixel 5一样的S765G 但记忆体就跟4A一样了 像机镜头部分 4A 5G也跟Pixel 5一样加了颗超广角 只是电子容量还是Pixel 5胜出 其实它不是最大支的 颜色部分除了Pixel 5之外 其他两支都是有保守的黑色 而且只有Pixel 5 拥有正式的防水等级与无线充电 大耳机孔的话 就是只有Pixel 5没有了 售价只是像这样由低到高 其实光从我规格来看 我真的觉得这次Pixel 4a 5G 比较适合称作Pixel 5a 因为它跟原本的4A实在差蛮多的啊 不过看了网路上的比较 果然相机软体调校方面 还是Pixel 5比较先进啦 所以...好吧 总之各位就依照自己的预算 需求考量一下吧 先回到今天的主角Pixel 5 其实虽然萤幕比4A大了些 但机身大小几乎是一样的 我们直接亮萤幕给大家看 可以发现Pixel 5的变空又更窄了 尤其这个下巴的部分 Pixel 5还做到四边差不多窄的境界 看起来手术真的很高 因为这个顶部的听筒直接没有开空了 因为Pixel 5是采用萤幕共振技术来发声的 嗯...单控萤幕居然发出声音来 但这其实也不是什么新技术了 而且传统喇叭比起来还是有一些些的差距 这个等很新的部分 我再实际反映给大家听 至于像是已附的东西就跟4A一模一样了 蓝色的说明书 18W充电器 传输键还有ODG转接头 没有耳机跟保护壳 结束完毕 总之未开箱部分差不多就在这边啦 算已经插卡用过几天 不过该进行的仪式还是得做 各位就等我再用几天后并整理过的新的感想吧 那么我与Pixel 5 的生活 早就 开始啰 好 新的整理完了 我来告诉大家我使用Pixel 5 几天后的一些想法吧 首先我就来回答一下 近期这次手机在网路上沸沸扬扬的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机身缝隙 Pixel 5 开麦后 有不少网友指出萤幕与背面的交界处 有明显不够密合的缝隙在 至于我这次的情况呢 嗯 很不幸的也出现了缝隙 而且左侧缝隙比右侧还大 这些都是肉眼近看可见的 所以说这在日常使用根本不会察觉到 尤其你在保护壳就更不用说了 但这也能直接显现出一只手机的组装品质 此外会不会影响到它的防水表现 这也带来了一点疑虑 好 第二个事件 有些网友反映他们的Pixel 5 背后 在特定角度与光源下 会看到圆形的色差的痕迹 嗯 刚刚有提到Pixel 5 是将铝材开孔 放进无线充电线圈 在图上生物素折成的嘛 会有这种现象 跟这技术一定脱不了关系 而反映这情况的网友 通常都是买黑色的版本 从这次绿色看来 我的确看不出哪里不对劲 那有不少买黑色的网友 表示完全没发现 总之会在意这些问题的 我也先这样告知你了 其他人就放心吧 这绝对不影响你的日常使用 比起这个 我比较注重的 还是你每天都会碰到的东西 比如这个震动 感觉还是跟Pixel 4a 一样优质 有回馈感 不松散 按键的部分我就不再提了 一级棒 至于这个90Hz的萤幕嘛 怎么讲 如果你是从60Hz萤幕换过来的使用者 你在日常操作下 就一定能有明显更顺的感觉 但如果是从120Hz换过来的话 你也会明显感觉到差异没错 但...就是不好的差异了 不过这只是我自己的情况啦 一般消费者应该很少 会从120Hz换到这日上的 如果你是想从60Hz换过来的朋友 相信我 你还是会发现新世界的 而且配上这个S765G处理器 在一般操作多工上 其实真的会比S730G的Pixel 4a 要来得更加顺畅 给要换手机的各位一点概念 S765G的CPU性能大约位在S835与S845之间 而GPU性能稍微弱于S835 总而这次Pixel 5在日常使用与轻入游戏上 已经能带来与旗舰机没两样的体验了 至于HDR的萤幕 和Pixel 4边都一样窄的边框 在视觉上也能带来一定的震撼感 but 我的抱怨时间开始了 还记得我在之前Pixel 4a的影片中 有说过它的状态能实在蛮厚的吗? 结果...Pixel 5居然又加厚了些 你明明可以弄得更细的啊 这样视觉上实在有点本末导致了 然后还有个希望它们改进的小地方 那就是当月份与日期都是两位数的时候 在AWS Sound Display与锁定画面中 这个新几集集就有可能显示不出来 虽然将系统语言切换到英文后就能避免 但...这不是办法啊 再来开箱时提到的螢幕共振喇叭 虽然这种没开孔的感觉 看上去真的简洁很多 但老实讲 它带来的体验实在不够好 你横着看影片时 能明显感觉到底下喇叭比较大声 而且在最大音量下 还是比Pixel 4 跟其他双喇叭手机还小声很多 直接给大家听听看吧 嗯,虽然Pixel 5 这样的音量还是能应付日常 但比起刚刚所说的瑕疵问题 我相信这个也会是更多人在意的事情 那么身为Google 的亲儿子 即使体验到最新Android 11 当然也是合情合理的 而在这次Android 11 更新的众多功能中 对我来说最实用的应该属聊天泡泡了 嗯,就是FB Messenger 上的那个东西 只是Android 11 里面可以整合更多聊天软体 让你能更方便地在众多讯息中穿梭 只是...那你目前还不支援就是了 在热度光画面中 如果点这个选取按钮 软体就会辨识该层次画面里的图像与文字 以便你快速截图或是接选取里面的字 但...目前中文它是辨识不出来的 所以在台湾的实用度还是有限 此外之前我常常帮忙原生没有的截图工具与萤幕录影功能 到了Android 11 后终于是加进来了 虽然这些已经是其他厂商行之多年 早已比较特色的功能了 而且这次还是没有加入卷动截图 不过...有种品没有好啦 再来有个我觉得很加分的小地方 以往从横向的程式回到主页后 还需要等一段时间让它转回来 给人一种卡顿、不成熟的感觉 现在Android 11 终于省去这段时间 跟 iOS 一样一气呵成了 此外,萤幕旋转的过场动画也变得更加顺眼了 那么这些Android 11 的新功能 当然不会是Pixel 5 独占的 从Pixel 4a 一直到三年前的Pixel 2 都是可以现在就更新的喔 只是...看了那个宝可梦或动作部 要成为Pixel 4 独占的绝响了 这就是逝去的青春吧 至于电池续航力部分 我这样用下来确实比Pixel 4a 还能称得更久些 经过我一贯的续航力测试 它剩下的电量为34% 以一台小尺寸的手机来说 算是相当不错的表现了 相信这里跟飞旗舰的CPU 以及超过4000mAh 的电池有密切关系 不过这样的续航力 还是称不了一整天的重度使用就是了 好啦,再来就是相机了 Pixel 5 采用了与Pixel 4 4a 一模一样的主镜头 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取消为望远镜头 改用1600万画素的超光矫径 至于这只有107 度的广度嘛 嗯,总之呢 各位看照片就知道了 在这之前再告诉各位一件事实 Pixel 5 不只主镜头沿用上一代 其实感光元件更继续用着Pixel 3 的那颗喔 两年前的硬体 是否真的透过软体黑科技 达到新高峰呢? 先从相机界面说起吧 Pixel 5 内建的Google 相机 与Pixel 4a 还是有些许差别 除了快门键等按钮长得不太一样之外 旁边也变得像当今多数手机那样 放了拉远拉近的选项 再来水平也多了仰角的角度 所在的场景太暗的话啊 Pixel 5 会像 iPhone 那样自动开启夜视模式 OK注意,这次人像模式也可以跟夜视模式共存了 再来影片部分 Pixel 5 终于开始支援 4K 60fps 录影了 虽然不像其他旗舰机那样有 8K 录影 但这局大多数人来说真的无伤大雅 那么除了 4K 60fps 不支援超光矫径之外 其他画质下也都能在录影图中切换镜头 在切换的时候也会像 iPhone 那样伸缩过场 然后这支也新增了 4 种防抖的选项 效果究竟如何等等我都来放给大家看 而且使用 4A 或其他旧 Pixel 的各位也不用太羡慕 因为我推测经过往后的更新 你们应该也能享受到一些目前 Pixel 5 才有的好东西 好啦,就从主镜头的日拍照片开始吧 这次我也拿 Pixel 4A 与 S20 作为主要比较对象 来看看它比上一代进步了多少 从这张 Inten 的照片来看 除了光角程度当然一模一样之外 这终于真实的调色风格也是一点没变 不会像上星亮巴尼的 Inten 绣成蓝天 黄叶绣成绿叶 至于超光角镜头嘛 很不幸的 它是我测过的手机中超光角最不广的一支 上次小米十字尊纪念版的广度为 128 度 右边这次 S20 则是 120 度 但相比起来还是有那么大的差距 虽然拍出来的照片还是不错的 但真的希望 Google 下次能放更广的超光角镜头 不然... 超光角的那种过硬感少了很多啊 再来虽然 Pixel 5 没有加广影镜头 但现前的 4A 就是靠着 Super Res Zoom 达到数位变焦也可以很气质的效果 那么到了 Pixel 5 有没有更加进步呢? 这张是已经拉到六倍望远的照片 再放大来看的话 这两支算都有较清楚与较模糊之处 应该是没有特别改进的 但也没有望远镜头的手机来说都算很不错了 那么从 Pixel 4 开始有的观景影窗实施 HDR 以及亮亮处分开的曝光调节功能 当然都有传承下来 那么在这种亮亮差别非常大的场景 虽然有做动 HDR 就亮出拉亮了 但这张效果还是与 Pixel 4A 相差不大 表现均不及三星 S20 只是这个场景就有点迷了 我都是做到那种云完全没遮住太阳的时候拍的 而这支 Pixel 的表现就都很不错 只是亮出很多杂讯的问题 到了 Pixel 5 依旧是没有改进的 再来伺乎部分 这张 Pixel 5 不许是测光比较亮的关系 看起来比 4A 好些 但还算是 Pixel 一贯不大时候的风格 人像模式中的差别也不大 但其实是因为都已经够强了啦 基本上三个手机都抓不出什么明显瑕疵来 不过这支人像模式的编辑又新增了一项打光的功能 就是由 AI 模拟出灯光打在主体上的样子 而对光位置与强度都是能调整的 此外这功能也已经下放到其他 Pixel 装饰上咯 好啦 赶快进入夜晚这个重头戏吧 三支手机都开启了夜景模式 在亮度还算足够的场景下 两台 Pixel 的表现依旧相差不大 虽然不像三星油那么积极的 HDR 但呈现出来的照片也是相对自然些的 直接到这个更暗的地方吧 这里实际上入眼已经很难看清楚边边的树了 但此时三支手机都有拍出来 第一关通过 但我们来看暗处的细节吧 注意 这时 Pixel 之间的差异就出现了 看看上面叶子与下面椅子纹路的部分 Pixel 4a 开始有奇怪的杂讯 A1020 已经整个糊在一起了 而 Pixel 5 只还原的最好、最清楚 颜色的部分也属 Pixel 5 最接近真实 其他两次不是太淡就是太黄了 再来换超光角镜头参战啦 A1020 在亮出的部分依旧明显压暗了 只是按出这里 A1020 就模糊了许多 Pixel 5 的草原与地板细节都胜出了不少 再来就是贡献非常不足的超光角镜拍了 从这里可以看到 A1020 直接黄成一片 而 Pixel 5 还能将颜色还原的那么准确 先加分了 那么放大看细节后... 好吧 直接见胜负 虽然我还是得说 Pixel 5 这个广度真的很可惜啦 只是至少有总比没有好了 再来照理讲 我应该要来个星空拍照测试的 只是...近几天这样的天空直接破无一道桶冷水了 硬直这部分的天性比较好之后 再来跟你们期待的那几支手机一起做比较吧 而且接下来的这个比较 我相信能带给你们更大的震撼感 准备好了吗? 各位观众 这就是 Pixel 5 人像与夜景模式结合之后的效果 这个场景已经暗到我的脸 看起来更期待两只拍出来的鬼影差不多了 而 A1020 也直接放弃 不给你闪景效果了 Pixel 4a 其实还是蛮强的 增设得出主题来 至于 Pixel 5 嘛 算我的脸已经是满满杂讯 并以为处理得很粗糙 但...这样比较下来 你还想挑剔什么呢? 这个时候真的觉得 Google 已经把这个感光元件 玩到走火入魔了呢? 再来换到前镜头吧 Pixel 5 的前镜头也跟 4a 相差无几 在这场景下的调校也都差不多 HDR 不强 但也不像 A1020 那样硬要帮我修炼 开启前镜头人像模式后 虽然偏偏还是有些许瑕疵 但表现还是不错的 刚刚提到的达光功能 在前镜头也一样能用上喔 再来又要测试它们的极限啦 这张也是在非常暗的地方拍摄的 三只手机也都有开启夜景模式 这时它们的表现就都相差不大了 但手机量拿稳的情况下 我的脸都还是糊掉了 但至少都有拍出东西来啦 因为这个地方真的很暗 然后好啦 我知道此时你们在想什么 没错 Pixel 5 就连前镜头人像模式 也是可以加入夜市功能的 除了S21 依旧又放弃之聊外 这个量的差别 真的是不同境界的东西啊 虽然到头来应该不会有多少人 会在那么暗的地方拍摄像模式啦 但毋庸置疑 Google 已再次刷新手机拍照的极限了 再来轮到录影部分啦 直接从4K 60fps 看起 并与iPhone 11 Pro 开始比较吧 好啦 不卖关子了 接下来的iPhone 12 系列 我还是会买来拍评测的 只是在测试这些的时候还没拿到啦 不过虽然iPhone 11 Pro 的稳定度 与广角程度还是胜出 但Pixel 5 这样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 而且光是新增4K 60fps 录影这点 就胜过余千几代了 虽然之前Pixel 4a 我超不满意的 1080p 60fps 画质裂化问题 在这次上面还是存在啦 但... 看在它有4K 60fps 的份上 也算是止住一点血了 至于录影时的HDR 能力 也依旧没能比上iPhone 且按住功能也是有不少杂讯的 而超广角录影带的画质是还不错 只是那个拱度就... 好啦 不讲了 来看看前镜头录影吧 虽然最高只有1080p 30fps 但在我所超晃的情况下 内容这样的稳定度还是给推的 好啦 说到稳定 我们就来看看这次新增的其他防抖模式吧 首先这个锁定防抖 会先强制拉至两倍变焦以上 但其实我现在是单手握持的状态 录下的画面还是能像这样 几乎完全固定 好像上了脚架一样 不过因为有经过放大裁器的关系 所以画质并不会很好 而且在使用这模式之前 强烈建议你先调到4K的解析度 不然那个画质真的是不能看的 至于这个电影运镜呢 它会将影片速度放慢成一半 与慢动作录影的差别在于 这模式的防抖更强 就是形状出那种顺畅运镜 加上慢动作的电影感啦 再来是它的动态防抖 其实这就是满足场上都有的超稳定摄影啦 因此我也拿了三星S20 然后一个自从当兵完后 就没施加过的力气去奔跑 结果...真的还蛮强的 S20 的画面都歪了 Pixel 5 这里还是能修正过来 好啦 这次Google Pixel 5 的体验心得也就只告一段落了 所以回到一开始的疑惑 它到底算不算一支旗舰手机? 嘛,我觉得其实它的拍摄表现是旗舰机的水准 但从其他硬体规格来看 它依旧胜不上旗舰 不过...只有如何呢? 它确实达到了以更亲民的价格 让消费者享受到最新的Google黑科技 还记得之前我对Pixel 4 XL 最后的评语吗? 我说它是一支不跟随群众 我有我自己玩法的手机 如今到了下一代 我依旧还是这么认为 而且估计他们下次还会像这样继续玩下去 你可以将Google 想象成一位魔法师 他每年都能变出高超的作品 但并非所有人都会喜欢 应该说...这位魔法师也不求你喜欢 因为他只是想让大家知道 他的魔法有多厉害而已 虽然这样子比较下来 我的感觉还是与上次类似 觉得这支手机的表现已经不如先前那样惊艳了 但...那个Pixel 的实验精神 在我使用它的每分每秒都还是感受得到 这种不知道接下来会端出什么东西的感觉 正是Pixel 手机吸引人之所在 而你又是被Pixel 5 的哪些功能吸引到的呢? 在你们留言之前 先来说我对这支手机怀念的三个地方吧 第一个就是它的机身手感 嗯...到头来说它还是一支小手机 除了握起来的手感绝对没话说之外 这种处理方式的背盖 摸起来就是比其他光滑的玻璃还要舒适 搭配这个颜色对我来说也真的很爱看 那第二个就是它正面的萤幕边框了 虽然没错 相比其他手机 总体来讲它的边框也不会是最窄的 但四边都很宽 加上上方少的喇叭孔的设计 比方使用这个时不时会被这平衡解析的美感电到一下 但当然视觉上带来的代价就是这喇叭的表现了 而最后一个呢? 嗯...就指引它这支Pixel 手机 除了刚所说的Pixel 精神之外 拿在路上即使没人会在意 还是会有种与众不同的感觉 而且当然软体上的优势还是没小的 我们就是能比别人早点享受到最新的系统 三年之内也不怕被遗弃 即使被遗弃了 网络上还是有许多开发者的支援 那么也没错 这是我依然没有将它的相机 留我怀念的三个项目内 因为...我们还是得往现实面来看 Pixel Fire 的相机就是部分强 但并不全面 对于会想拿它各种地方拍照的我来说 它不是一个最好的工具 不过这就回到我刚才讲的 Google 本来就不是以银河大众口味为目标 在做手机的了 但如果你就会喜欢这样的精神 且这支手机刚好符合你大多的需求 那么我想 你也没有犹豫的必要了 总之影片就到这里啦 我知道我知道 你们是不是要开始留言敲玩iPhone 12 了呢? 在影片发布的这个时候 我已经在努力评测中了 好的内容是值得等待的嘛 这一次 我也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所以还没订阅追踪的 下一次要该怎么做了吧 那也别忘了顺便按个喜欢 鼓励一下喔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